橘紅色的天空 點綴著一抹深藍 暈層流動下 再從深藍身子 轉變成柔軟的淺藍 色彩豐富的天空 把日月潭的湖面照得紅通通 入夜後 在燈光的投射下 形成迷霧般的山水夜景 山頭而颱風過 近劇烈的天氣變化 也在南投日月潭 留下許多絕美景色 湖面它本身就 好像是一面鏡子 整片就好像是紅色的 湖面上又有小船 那個液晶就非常好 攝影專家用鏡頭 記錄下火燒雲 彩虹 低空 雲曝等視覺饗宴 隨著山土而轉為熱帶性低壓 颱風旺季大致高一段落 接下來準備迎接 東北季風的天氣形態 七號一月下週一之後 會有東北季風開始影響 而且影響時間會比較長 一直不會落到 到國慶假日的一個時候 氣象鼠說週末的天氣 會趨於穩定 下週二後 溫度會有明顯下降 將一路影響到雙十國慶 教授的小航行星山景 陳南投採訪報導 颱風山土而造局 機場航班大亂 國內線連續兩天受影響 4號一早 仍有軸式架四被取消 下一半就是表定十分 12點左右 11點20 結果就剛好被取消 這個真的沒辦法 飛機狀態不是改時就是取消 總戰機場旅客撲空 有人前幾日航班受影響 還有人是早上要飛 行程只能無奈泡湯 剛剛在櫃檯上問他知道 他沒有辦法跟我保證 15位一起走 全部取消回家了 你是從哪邊來 新加坡 10點半的 這邊到澎湖大大的影響 機場陸續湧入人潮 4號中午過後 各航線將恢復正常 民航局除衛協調加開調度 也將視狀況 啟動軍機運輸 只是往金門澎湖等地的航班 定位全滿 加開班機後補 甚至排到了100多號 來到澎湖馬工機場 關閉兩天後重啟 旅客同樣起了個大早 來機場苦苦等待後補 累到直接在椅子上 到頭就睡 軍機禁止 我只能搶那個加班機 我覺得應該他要 就是要加班機 不然早上很多班 現在要排隊 我是65號 今天有沒有的過期不知道 今晚睡哪裡 山陀兒席台 上百架國際航班取消 颱風過後 雖仍有風雨 但桃園機場出國人潮 也是急爆了 3號晚間 桃園高鐵站開往左營的列車 月台上寸步難行 排隊人籠 長道看不見鏡頭 工作人員不斷疏倒 高鐵複駛 民眾趕著回南部 全車自由座塞滿滿 連商務艙也看不見空位 列車走道以及車門外 滿滿都是人 一場颱風讓全台交通大打劫 民眾出行也實在不變 記者綜合報導 大風吹 吹得大樹搖搖晃晃不打緊 就連重達約100公斤的訓練板 都騰空飛越 翻跟斗 飛過90公分的柵欄 這個東西不來日本的 我要飛過來 好可憐 這裡是彰化鹿港 一間訓犬學校 由於地處空曠處 颱風一來感受特別明顯 早在山陀兒登陸的前一天 廣大的校區就已經開始 穿出災情 好多好 這樣啦這樣啦 鐵皮大跳波浪舞 地面上狗狗用的碗被吹翻 碎了一地 就連貨櫃屋的玻璃都直接離家 整個掉下來了 完了 這回颱風 中部整體上風平浪靜 許多人還覺得兩天假白放了 對陸港人來說 颱風甚至比東北季風的威脅還小 而當天十月二日 陸港風力大約為九級到十級 疑似遐管效應 風從空曠處進入狹窄處 速度加快 因此吹翻百公斤的訓練板 幸好當時狗狗在草皮稍作休息 離訓練板還有段距離 沒有受到波及 恐怖強風 訓練板被吹仙騰空 飛高高 畫面讓人嚇壞 記者承受盧俊傑 王上安彰化採訪報導 超狂風暴把其樓下的鐵片吹飛 橫掃過去整坨帶走 超商玻璃全醉 真的是家徒四壁 裝潢瞬間變成廢墟風 還變成拍照打卡點 另一間超商更誇張 玻璃爆開碎片飛箭 超嚇人現場一片狼藉 山陀兒帶來狂風暴雨 十七級超強陣風 連檳榔灘都被吹跑 羊肉墊窗戶被強風刮到整片島 玻璃碎光光隨風飛 高雄吉林街灘位東倒西歪 吹到位移還跑到馬路邊 瑞龍路鐵架灘 它差點砸壞 其他店家把路過民眾嚇壞 六合夜市也一片狼藉 有夠慘 林亞區文恆路上 猶如龍捲風過境 灘位全島 店家哀嚎一片 像龍捲風一樣 蓋起來之後 蹦一聲 攤位都翻過去 貨盤整個掀起來 掉下來的時候 都聽到叮叮叮叮叮的聲 我們大家趕快走進這個攤子裡面 它玻璃或者是什麼東西 是把我們射到啊 我吃到七十塊 不然牆風太大了 這空子都是錢的 颱風過境 牆風橫掃 每一塊淨土 店家陪慘了 汽車百貨 天花板掉光光 好幾根電線外露 垂掛在半空中 大門直接被吹沒了 鳳山撞球館也是迷迷茂茂 天花板整片掉下來 整間硬碰碰亂七八糟 超狂暴風襲擊高雄店面 倒得倒塌的塌 整間面目全非損失 難以估計 災情超慘重 記者高雄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